开运物的迷思 其实很多人对开运物 都有一种想当然耳的这一种的印象 火焰你好 总认为开运物 他就会帮助你开运 但是其实各位 你要知道开运物不见得 假设开运物这么有效 那各位 唯一一个不能够倒的电是什么 卖开运物的电 因为卖开运物他都会让人家变好 那我满满的电里面 全部都是开运物 那照道理讲 我这个电怎么可能会倒呢 但是我们就是会看到 卖开运物的电 他就是跳楼大拍面 跳楼大拍卖 那为什么 李生妍你好 不是开运物很有效吗 那为什么我卖开运物 反而还卖到倒闭 各位他就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迷思所在 西歪你好 他不是开运物吗 那卖开运物的电怎么会倒掉 应该会好才对 所以各位 是不是 就会让你觉得 有点怪怪的 我们的班长来了 我们给班长拍拍手 然而有些人就说老师不是 开运物还要摆对位置 他才会有效 那我想要问一件事 他还要摆对位置 那摆错位置 他还会造成不顺 那请问这是开运物还是 是煞物 各位 所以各位你要了解 开运物 他并不是天下无敌的 可以了 你好 开运物不是天下无敌 开运物只会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你 但是各位你要记得 开运物 他有分为两大类 第一个是风水类的开运物 第二个是跟个人相关的 他分为这两类 个人开运物 还有风水开运物 那来说开运物一般来讲 你们要记得 你们假如是要用风水类的开运物 那尽量不要有水 了不了解 有一个水晶珠在那边转转转的 上面有水 不要有水 因为这个水 因为他是开放式的 所以 这个水他会破坏气场 所以我去很多人家里 看到人家家里 只要有摆像这一种水晶珠 上面有水流的 有没有 我只要拿罗盘去量 大多数都是出挂 大多数都出挂 那出挂就是不一样的气场 这样子你就会知道 这一些开运物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 他还反而是破坏气场的 这种情况 所以我并不太介意各位 就是在室内 你开运物可以买很多 但是尽量的不要是有水 因为水用的不好 他会出现的是破坏气场 那一般来说 你当然 你还要再去看说 一般的开运物 风水开运物 就是尽量是24小时 会运作的 那一般就是炎灯 光明灯 这一种的 但是你要记得 他因为是24小时 在运作 所以摆的位置 你要特别注意 毕竟来讲 没有什么开运物 他只是一个 我们一般的开运物 其实严格来讲 要做 催化物 他会把 你摆在那个位置的地方 那一边的气场 他把他吹起来 所以 你假如 没有 你假如没有 很注意 你那个位置 假如今年 是刚好煞位的话 很有可能 这个 风水 雾 他反而 就会变成是吹煞 的一种情况 所以 你在使用风水开运物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 房子的深煞方 还有流年的 深煞方在哪里 个人的话 那这一种开运物 开运物 就非常非常多 很多人 总在电视上看到 什么数字开运法 易经数字开运法 你要用什么用什么 然后 或者是你看到一个什么某某开运法 也会让你开运 又那一个 财运好 但是各位 在我的观念里面 没有一种开运物 他是对所有人 都有效 为什么 因为这个开运物 你要放在你身上 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个人来讲 我们有八字的喜好 八字 我们有所谓的五行喜好 所以 对我们来讲的话 开运物 并不是就只有一样 而是要看你的八字 想要的是哪一种五行 把这个五行用在你身上 他自然就会帮助你 黄金城你好 所以各位 你就会知道说 有很多开运物 例如 玉 那玉 他是适合五行 需要什么人去佩戴的 你看各位 玉是需要什么五行的 去佩戴 没错 玉是需要土的 所以矿石类的 翡翠 钻石 这些都可以当做你的开运物 假如 我们常常讲的 假如你是需要金的 那你会在身上带什么 你假如八字需要金的 你会在身上带什么 金属手势 OK 可以 背一把宝剑 不行 各位你要记得 剑 他并不是开运物 他是煞物 所以你不要背个宝剑 甚至在你家里面都不要放剑 这种东西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 回答宝剑的全石 你可以带很多 金属的金框 有金氏的金框 带支钢笔 这些都算是 所以身上不要带剑 各位 剑是煞物 所以你带着剑 可能要上捷运的时候 可能就被人家抓去了 因为他是凶物 了不了解 剑是凶物 不能带 你也可以带一些金属的 例如指甲剪 劳累 然后劳力士手表也可以 指甲剪 金属的指甲剪也可以 了不了解 这些都是 金属的开运物 那假如是火呢 火的开运物 你要带什么 辣椒也可以 辣椒确实会混混 那再来 晒太阳 也可以 那假如今天刚好下雨了 怎么办 没太阳可以晒 吃姜 我们现在是说开运物 不是吃的东西 打火鸡 可以 还有呢 烧香拜拜 你会身上拿着 拿着香拜拜吗 我说随时你就要带在身上的 你不要那一种 偶尔才为之的 这个不是开运物 我们要能带在身上的 开始都乱讲一通了 各位 手机 手机就是你随身会带的 带电子表也可以 或者是 什么 小米手环 这些都可以 了不了解 这些都可以 所以3C产品 都算是属火的 红色衣服 OK 开运物 你有可能在 除非冬天 你就可以带一个电子卵 否则一般来说 你不可能随身吸带那种东西 所以各位 这些都是你随身可以带的 对不对 手机 电子表 小米手环 这些都算是 穿红衣 那假如是的 水呢 水呢 带矿泉水 也可以 那还有呢 水不好用 水呢 水呢 你要怎么把水用在你身上 喷香水 扶着脸出门 妈的要见鬼是不是 第一个就是多洗脸 多洗手洗脸 这一个就是一个最简单的 第二个 你假如是要水的 你可以戴墨镜 墨镜不错 还有你的额头要有刘海 把他遮着 要不要解 刘海 把他遮着 然后你在办公室的话 你就一杯水装满 放在桌子上 让他去蒸发 你要的话就拿另外一杯去喝 这些都可以 这些都可以 水是比较不好用 因为水很难带在身上 你要如何去制造水器 所以就是藏洗脸 额头是熄火的 遮起来 眼睛熟火 戴墨镜 这些都可以 这些都可以 所以水 他是 想办法在四周制造有水器 例如 那一种所谓的加湿器 他就是会把那个东西打成雾状 增加空气的湿度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开运物 所以水的开运物 比较少 但是还是可以 就是在空间里面加强水气 那木呢 木呢 木的开运物 留长法 可以 留长法 留胡子 书本 还有呢 就不要在那边留 还有没有其他的开运物 公仔不见得 很简单 开运物 木头的都可以 木制的书桌 木制的椅子 还有呢 对不对 猫 猫也是属木 你就可以用哈啰啰 对不对 木的笔筒 或者呢 你身上 可以 可以一些 有的人 简单讲 木就是你身上的衣服 所以你要木的人 要多穿一点 包的只剩下两颗眼睛出来 不要木的 就穿少一点 要不要解 所以像神话 可能就是不要木的 所以 重点遮一遮就可以出去了 带佛珠 木质的佛珠 也可以 所以木 很多嘛 所以 你去看 神匿旅超的都穿的很辣 可能他是寂木的 了不了解 所以他都 衣服越穿越少 了不了解 所以各位 你生活中 其实有很多 都是 开运物 而开运物 并不是 就只有在电视上广告 网路上广告的那些 才叫开运物 那些都叫做商品而已 了不了解 都会去夸大 他的 一个效果 什么五色石 五色弹 有没有 一个 一个玻璃的弹里面 放了五种颜色的石头 他就跟你说 这个就是五色弹可以开运 哎呦 对不对 不见得 不见得 给你说水晶 又可以开运 水晶 来讲的话 五行属土 他就是 他就是跟你八字要土的 他就比较有效 你八字寄土的 反正你用了水晶 可能 反而都会是 很不好的情况 所以各位 你就要了解 开运物 他分为两大类 第一个就是 风水的开运物 第二个 个人的 开运物 他们是不太一样 所以各位 你要去划分清楚 不要认为 电视上广播的开运物 哇好厉害 你去买一个 我简单的讲 假如开运物有效的话 他绝对会比一辆车子还要贵 我所说的车子不是摩托车 是比一辆 比NW还贵 因为大家都有效 但是各位 为什么开运物很便宜 就不见得有效 只不过是商品而已 对不对 你开的是卖了人的运而已 所以各位你要知道 开运物要区分 你不要解 要区分